金箭 這間是喜奈雅 我們住的旅館 還好啦 空氣暖暖的 一天也不貴 我們現在出發了 好好去還車子 我們出發了 我先去找 好 我們現在下去了 你先弄好了 好了 不怪你了 那我先開門了 喔 對 開完門它都會掉在那裡 好 哇 好天氣 好天氣 天氣好的 對 史奈亞 早上10度左右 好了 走了 我們剛到飛機場 然後這邊是 出徑 出徑室 然後出徑室這邊有一個 Gaifu Express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坐Onybus 往Kishinau的方向對不對 對 好 走了 我們現在走的方向事實上是 要坐那個Train Bukadesch 下面那邊有兩個那個後車室 那這個後車室呢 大概是要去那個Bukadesch的市中心的 這邊應該是像那個Gauludu的那個飛機場 就是車庫就對了 大概從這邊走 這裡就是坐Train的地方 大家早安 我們剛才把那個車子拿去還 還車是在那邊 出徑那邊 對 然後我們從那邊走過來 然後我們找到一個不知名的叫做Bus Stop在Under the Bridge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是要坐Bus去到摩爾多瓦 摩爾多瓦 10點的班車 這個我們找了好幾天找不到 後來裡面非常沒有人知道 後來我們在Google Map找到的 真是 對我們這邊其實是沒有暫名的 沒有暫名 對 就車子就停在這邊 他沒有進去機場 他就在外圍這個地方 從這邊到摩爾多瓦 大概是要坐到下午5點半左右 因為我們要出徑對不對 對要出徑要入徑 嗯 嗯 好啦現在是差不多早上9點半左右 對 我們在等 Bus來 Bus來 對 我們等了巴士要去摩爾多瓦的道 真的來 真的就是在橋下等 哇他去很多地方耶 你看他車身上面的字眼啊 好啦我們要買票上車啦 真的來了 哈哈 我們以為說這台Bus不存在 結果既然出現了 就在橋下面 對 然後我們兩個現在坐在那個Bus的最前面 你這樣講不對 怎麼可能不存在呢 我們都已經在網路上訂了 只是有點懷疑說他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 對 結果我們訂1號跟2號 結果1號跟2號 居然是上面一層你看 神奇吧 嗯 在我的右手邊 就是羅馬尼亞首都附近的 Ottopen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其實這個飛機場不是很大 要去首都Buskarest 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走到對面的飛機場捷運總站 就有一台捷運直接到Buskarest市中心的火車北站 然後可以直接連到Buskarest市內捷運網 這是Break Time 然後這台Onibus 它要帶我們去到Moldova 然後這台Onibus 它有去到這麼多國家你看 一切不一樣的對不對 好上去了 走 上車了 這個是太高的人不能坐上面 為什麼 你看我的頭就到頂了 這樣子 你看前面還問你還會撞到頭 我剛說你就沒注意 會撞到頭耶 對 我覺得在巴爾幹半島旅行 假如你只是想認識大城市 你只要搭他們的公車系統 其實就夠的 可是相當多鄉下的景點 搭公車就不是很方便了 甚至有時候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來到巴爾幹半島旅行 假如時間沒有很多的人 建議住車子 因為你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就可以認識相當多的景點 不然會浪費很多的時間 開車一天甚至可以跑到七八百公里左右 有時候節省的時間 跟你花在住宿跟吃飯的發費 相比之下 其實也不會差很多錢 不過每一個人旅行的方法不同 想看的景點也有所不同 我的建議只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前面就是海關了 我們已經到了羅馬尼亞這邊的海關邊境 今天還好 沒有很多車子 旁邊的人說我們不用下車 羅馬尼亞的邊境警察會上來收護照 拿去蓋出境的張 然後再拿回來給我們 哇很快 大概15分鐘左右 就把護照拿還給我們了 好我們繼續前往莫多瓦那一邊 這邊應該就是羅馬尼亞跟莫多瓦的友誼橋了 這條佩多瓦就是羅馬尼亞跟莫多瓦共有的邊境河流 跨過這座橋就是莫多瓦了 歡迎來到摩爾多瓦共和國 歡迎來到摩爾多瓦共和國 這是我們環遊世界的第64個國家 前面就是莫多瓦的Border Control 好啦可愛的 你又多了一個國家了 摩爾多瓦共和國 Republic of Moldova 摩爾多瓦人的祖先跟羅馬尼亞人 一樣都是達契亞人 今天的摩爾多瓦最初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13到14世紀之間 因為蒙古和匈牙利人的入侵 達契亞人 開始分為 Moldova Valachia還有Transylvania三族 其中的摩爾多瓦人 於祖後1359年成立了摩爾達維亞公國 1538年 摩爾達維亞被Ottoman帝國征服 成為Ottoman帝國的附庸國 20世紀後的蘇聯非常的強勢 就把摩爾多瓦納入蘇聯的第15個加盟共和國 好不容易東歐發生了巨變 祖後1991年 摩爾多瓦宣布獨立 成立今天的摩爾多瓦共和國 國土的面積大致上跟16世紀時的摩爾達維亞公國一樣大 摩爾多瓦至今仍是相當窮的國家 目前它還不是歐盟的成員 所以它有自己的錢幣 現在就讓我們用三天兩夜的時間來探訪這個國家 我們已經快到Kishin好了 大概3公里就到了 現在已經是5點46分 我們等一下走路去今天晚上住的民宿 然後我們去16點吃飯 吐槽惡 一整天都沒吃東西 八隻兩隻 很妖怪 對啊 大風暴 我們到了現在 風暴還沒到 那是大賽車你看 現在是下午6點 現在已經快下午6點了 我們剛到 終於就開始下雨 現在在下雨 我們現在在公車總站 公車總站裡面可以換美金 Exchange喔 這個是我們在Kishin號住的旅館 叫做Motel Bazaar 為什麼呢 其實它這個Motel應該是汽車旅館的意思 然後它就在這個Kishin號最大的Bazaar前面 對 非常簡單的一間 雖然有空調 可是沒有Control 就表示它不讓你用 然後它的廁所 欸 蠻可愛的 你看 什麼都有 水應該蠻熱的吧 水很熱 對啊 這邊的水都很熱 因為這邊有冬天 好 現在是早上7點 租車之前 我們先去逛Motel Bazaar 最大的Bazaar 要講話 不用講話 你只需要有媽錢就好 對啦 講話你到時候再放 它有賣煙的耶 你覺得台灣的方式好像嗎 為什麼 糖果餅乾用秤的 為什麼 糖果餅乾用秤的 欸 它一公斤六尺 你看 它用秤的 這邊有一排一排的這個巴士 去各種不一樣的地方 別的城市 這邊的 不一樣的東西 這Sandwich 對啊 不錯喔 大包 這裡的人真早 擠得真早 擠得真早 我們現在在逛那個 Kishnow的那個 Bazaar 的那個Aria 然後這個地方 就叫Grange Bazaar 哇 今天都看得很厚 今天很冷 風是冰的 嗯 這邊就是咖啡廳 7點 就一定有人在排隊 所以這邊寫7點啊 到18點啊 為什麼沒有開呢 這邊是賣肉的啊 它這個時間應該是沒得吃 你看它旁邊有食物啊 太早了吧 啊 這邊是賣肉的 嗯 蛤 蛤 快GG 真的嗎 我也有 在那邊 比我衝料 比我還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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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賣肉的丸 這邊全部都是街道 我們剛才有走進來這裡嗎 這裡沒有 賣菜的吧 賣甘果的 走 進來 走一圈 對啊 啊 我覺得他們很特別 是 好像一種不一樣的東西 有分不一樣的市場 像這個就是比較乾果 對 還有一些水果 從中間就過 這邊是乾果 剛才我們好像有經過專門賣起司 對啊 你看 水果類的菜市場 這邊的菜市場跟聖堡的差不多 就是這些水果 謝謝 很正式 聖堡 有很多酸酸的 它跟那個台灣一樣 有豬耳朵的 有沒有看錯 是豬耳朵耶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很多地方大致上看起來都很像 假髮的 我們逛出去吧 這裡都是雜貨 雜貨店 這個 像這種 多少錢 25 QR Code 喔 OK Virtual 對 Virtual 喔 這不是25塊 對 OK 50 50 Virtual Cera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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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 QR Code OK 好就這個 QR Code QR Code 因為別的地方可能找不到 QR Code QR Code QR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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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 那邊就是他們Bazaar的進口 上面那邊 這個網子好近喔 他們綁那個tenta的 不要那個shuva然後他們可以這樣下來 對 Bazaar的電池 哪裡有Bazaar的電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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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起來很像是蘇聯來的比較多 好像不是中國來的 不是 我覺得東西比較多才是蘇聯 蘇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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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沒有看到 好 有泡麵 有泡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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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 嗯 好 嗯 好 走啊 你要走前面,有在照著 对啊 因为超市居然没有看到卖牙膏了 这在卖咸鱼 咸鱼呢?烟过的烟熏的那个 这边的那个草莓一整盒一整盒卖了你看 这是乘公斤的 对啊 这一定会被罗人做的 有很多吧 我呢 这一棚你 没有尝试 或者说 什么都可以 没有一时 是 什么都可以 未来 真容易 但是 这正好 不是 我呢 你不是 我呢 你懂 你 我呢 你 你 那邊 那邊 怎麼可能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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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分 這邊在賣鍋子 他們分區喔 鍋子好像跟鍋子放在一起 這邊是鍋子 這邊是鍋子